不知不觉《鬼灭》第一季已经完结了 这部动漫从开始的不被看好到后期的大逆转 并创造了B站三亿播放量的好成绩 随着动画的完结 很多人都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 都开始去追漫画了 当然我自己也是追到最新的一画 在看漫画的过程中阿伟发现咱俄语老师 忽略掉了四个设定 第一个 实力等级设定 记得主角叹志郎刚通过最终考核 两个小女孩就说过 鬼杀队的一般队友可以分验假 以柄 兵 物 几 跟 心 人 为十个阶级 然而看到后来 我只能说鹅鱼是不是 已经把这个设定给忘了 整个鬼杀队从蜘蛛山篇 接受到后期打五彩 鬼杀队能看到的就有助 直觉团 好灰 然后就是救援队 第二个 主角团的对人能力 看着狼的鼻子 善意的听力 相耐乎的视觉 以及一株的复觉 这些在动画的嫌弃 还是有比较刻意的介绍的 回到了后面的延展相对就少了 第三个 武器日轮刀的颜色 根据设定日轮刀 根据使用者的不同 呈现出不同的颜色 每种颜色有对应了不同的呼吸法 可后期关于这方面的拓展少之又少 比如红刀可以有燃烧效果 蓝刀冰冻等等 这些后期随着鳄鱼榜实的感情 都被忽略了 第四个 面具 开始看鬼面我就发现 面具这个特别的道具 在很多动画中 面具的作用都是隐藏身份 隐藏实力又或许是压制实力 那时候 阿维还在期待探知狼修炼完实力大涨 然后各种装插瞬间 然而 后面直接就没有了 直接pass 呃 这个还是很遗憾的 毕竟鳄鱼有自己的想法 可能强行给面具加信会时的起反 当然 这也不能怪我们的鳄鱼老师 毕竟鬼面前期确实销量不行 鳄鱼只能加快节奏 可是 就连鳄鱼自己也不相信 鬼面可以后期待爆发 谢谢大家 这期的解析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小哥的小姐姐 可以点赞关注我 爱你们